10月20号下午 山西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 省委副书记 省长林武一行来访清华 来访期间 山西代表团参观了实验室 双方举行了山西省与清华大学深化合作座谈会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常务副校长王熙勤 副校长尤正 校党委副书记郭勇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等参加座谈会 陈旭表示 清华将积极落实省校协议 与山西省密切配合 建立定期的互访推进机制 使合作取得务实的成果 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完善工作机制 完善人才合作长效机制 其手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楼阳生表示 希望清华能为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 和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希望清华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 进一步创新体制 扩充赋能 在山西转型发展当中发挥更大作用 期待双方在总结以往合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 创新合作机制开启省校合作的新篇章 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介绍了山西省科技创新情况 清华大学威纳电子系主任吴华强 汇报了集成电路领域的科研成果项目 座谈会上 双方进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签署了六项合作协议和意向书